全世界最奇特的十座火山 你见过火山喷发蓝色岩浆吗? 你知道火山为什么会喷发闪电吗?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 已知的火山约有2500座 其中火火山就有500多座 它们有的沉寂了万年之久 有的却一天喷发几十次 从喷出粉色烟雾的火山 到爆发巨大能量 甚至扭曲时间的超级火山 这些奇特的火山 无疑不再刷新着人们心中的认知 这些震撼的景象 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 可能都不能亲眼看到的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 带来了世界上最奇特的十座火山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往期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名 最少女星的火山 火山爆发常见的是 灰蒙蒙的火山云夹杂着一些碎石 甚至有的伴随着滚烫的岩浆 流过的地方寸草不生 万物销毁 看起来是很恐怖的 但是这座位于捷克共和国的火山 完全可以用少女星满满来形容 因为它爆发的时候 喷涌的是粉色的火山云 粉色的烟雾在物理作用下 一层一层涌动 缭绕多姿 在空气中弥漫散开 就像是一幅精妙绝伦的画轴 好事让人心动 有一个游客将此景拍了下来 并上传到了网络 粉色火山在网络上走红后 引起了热议 很多游客为了一堵此景 都纷纷来到了捷克 但是这样的奇妙景象 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 所有人都带着一哈尔龟 布拉格火山的美景 可能就这么一次 因为至今为止 我们没有人可以解释这是为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它产生的原理是什么 第九名 世界最小火山 在意大利福利省维多奇奥村 有一个奇特的火山 村民们不但不惧怕 竟然还纷纷跑去烧烤 这个火山的名字叫布斯卡火山 它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火山 它既不能像维苏维火山一样惊天动地 让人恐惧 也不能像富士山一样安静地做个美火山 让人向往 它最本质的工作就是供游客观赏西玩 或者如前面说的供当地人烧烤 布斯卡火山高仅仅只有1.8米 但它喷出来的火焰就有1.2米 而这道火焰一直昼夜不停地喷发了100多年 在战争时期 当地雷多奇奥村的村民 就用这道火焰来做饭或生产 从而节约其他能源 布斯卡火山为何如此执着与持久 它燃烧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不可能是传说中的胶油 许多人认为是含有氢气的火山气体 然而事实并不是 布斯卡火山的火燃烧的主要是38%的氮气 和58%的甲烷 跟氢气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以严格地说 尽管许多媒体都将其定义为火山 然而实际上 它真的是做假火山 它最准确的定义 应该是一个天然气苗 然后100多年前 不知道谁把它点着了 结果一直燃烧至今 多年来一直深受世界各地游客的喜爱 每年去登山的游客数不胜数 第八名 蓝色岩浆火山 这样的现象出现在印度尼西亚 而主要分布的 就是在火山上的一座硫磺矿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 有一些奇怪发光的蓝色液体 就会亮起来 而且显得特别漂亮 将四周照得特别的明亮 就像有灯光照亮一半 即使有工人在夜晚工作 也不需要有灯光的陪伴 反而用这些蓝色液体 就足以给他们照明 说到这儿 可能很多好奇的观众就开始疑惑 这些蓝色的液体是什么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岩浆 只不过是硫磺里的硫化气体 在经过加热之后 进行了迸发 从而产生光亮 继而气体在经过时间的转变之后 凝结成液体硫磺 然后再随着山体的一流 看起来特别的壮观美丽 色彩极其耀眼 就像是流动的蓝色的岩浆 第七名 土烟圈的火山 见过人土烟圈 但是没见过火山土烟圈吧 震撼又神奇 从雷鸣般的火山碎屑 流到灼热的熔烟河 火山一直以猛烈的烟火闻名 然而 在火山安静的时刻 有时也同样令人敬畏 比如即将爆发的火山 向天空中 吹出一个慵懒的烟圈 曾经就有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山顶上放置的红外摄像机 拍摄到了瓦努阿图的伊苏尔火山口上方 升起一个烟圈 这种短暂的幻影 曾在世界各地的多个火山上出现过 研究表明 这其实是火山中的蒸汽 遭到压力挤压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 想要形成这种烟圈火山口 必须是相当远的 而且火山口的两侧高度 必须相同 如果排气口形状太不规则 或存在破裂的地方 那么这种烟圈 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弯曲和不稳定 甚至根本不会形成 第六名 喷火球的火山 这张照片是1969年10月11日 在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 喷发时呈现的景象 只见太平洋的海面上 出现了一个喷涌的熔岩圆顶 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当美国地质调查局 分享出这张 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时 迅速引发网友们的关注 数百人在推特上评论 表示惊叹不已 这种美丽而又危险的自然现象 诞生于火上喷发的时候 当岛屿上的火上喷发的时候 熔岩会流下海中 从而产生一些气泡 有趣的是 当地下火山喷发的时候 因为水下熔岩的快速运动 以及与海水的接触 就可能会在海面上 产生红色的熔岩球 第五名 喷闪电的火山 如果你只是认为火山 可能喷出熔火 但这还远远不够可怕 而这些熔岩巨人 也有可能召唤毁灭性的雷电风暴 不管你信不信 这是真实存在的 尽管当合适的条件 同时结合在一起时 才可以产生巨大的电流 不过这是罕见的 火山喷发出火山灰雨流 作为常规火山喷发数量不多 在巨大的火山爆发中 散发出数量惊人的火山灰 腐烂的挥发性气体和熔岩 在很短的时间内 聚集了大量的能量 有时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候火山闪电 从天降 惊天动地 而且丝毫不比自然雷电差多远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 最令人难忘的火山闪电事件 发生在日本冰岛的埃特纳山 和泰坦火山 令人惊讶的是 他在近2000年前的 维苏维火山喷发中 得到了准确的火山雷电的 真实描述 当我们讨论毁灭性自然事件的主题时 这时可以看看几年前 一位未公开的摄影记者 拍摄的这张 令人眼花缭乱的照片 这张图片在社交媒体上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管你信不信 这张照片就是真实出现的现象 第四名 《彩虹火山》 这是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 拍摄的俄罗斯萨雷切夫 火山爆发情景 巨大的烟尘柱 冲上15公里高空 那些光束 就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外星人通过火山喷发 吸取能量 在传输到宇宙飞船中 这并不是真实场景 而是经过编辑的视频 不过就算如此 真实的景象 也同样充满魅力 喷发出的雨流 由棕灰和白色蒸汽组成 剧烈上升的雨流 使蒸汽看起来像气泡 周围的云层 都被火山爆发的冲击波掀翻了 烟尘顶部则是光滑的白云 它是挥筑上方的气团 快速上升和冷却导致的 水凝结形成的 这可能是最美的一张 太空火山照片了 美到无法言喻 第三名 泥江火山 全球最古怪的地方 火山喷发时 你还可以伸手摸 平常我们所了解的火山喷发 别说伸手摸了 跑都来不及 但有一款火山 是你从未意想过的 你甚至可以爬一爬火山口 把腿伸进去 因为它喷出来的不是高温熔岩 而是低温泥浆 火山口还时不时冒一个 并不惊悚的泥浆泡泡 这就是阿塞拜疆的泥火山 被称为全球最古怪的地方 阿塞拜疆有世界上最大的泥火山群 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 并且 部分泥火山免费 得游客开放 这些泥浆不但可以用手摸 还具备美颜功能 因此 会有游客捞一把泥浆 当场在脸上玩一个泥涂鸦 你要不闲成的话 还可以装一袋子带走用 不过别真以为泥火山 就一直这么佛系 据说2018年9月 它喷发了一次 喷发时 泥浆高度达200多米 第二名 最会喷的火山 这是世界上最会喷的火山 平均每天喷发60多次 许多游客不远万里 跋山涉水3小时 仅仅就是为了看它喷 而它便是意大利的斯特朗伯利火山 其位于地中海 西西里岛北部 早在公元前约450年 就已观察到它活动 是由海底火山喷发 逐渐形成斯特朗伯利火山岛屿 2000多年以来 这座火山 一直都在持续不间断的活动中 因此 也就成为了当地 最为著名的火山奇观之一 据细 过去火山追海拔926米 从海底直至顶部 大约2700多米 自从火山追的北溪斜面 破坏后 形成扇形塌陷地形 现在的火山口海拔700米 有几个小火山口组成 2000多年以来 唯一不变的是 每隔几小时 就会周而复始地喷射数次 一面是海水 一面是火焰 水与火的惊险较量 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 每当夜幕来临之际 仿佛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指路明灯 自起源以来 就被人们称为地中海的灯塔 追起原因 是由于这里的熔岩不太粘稠 所以才导致了这种奇特的现象 第一名 穿越时间的火山 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大 最高 最活跃的火山 它位于意大利南端 地中海最大的岛屿 西西里岛的东北角 南距岛首辅卡塔尼亚29公里 唯一座又黑的锥形体 2011年7月9日下午 埃特纳火山喷发 岩浆喷涌而出 它的这次喷发 产生了一种至今都无法解释的 奇怪现象时钟变快 埃特纳火山爆发后 熔岩随即喷向东南坡 随风而至的火山灰 导致卡塔尼亚的 范塔纳罗沙机场短暂关闭 奇怪的是 当地许多电子钟表 和电脑内部时钟等计时装置 突然变快了15分钟 埃特纳火山喷发后 当地许多民众 比正常上班时间提早 十多分钟到岗 人们发现 原来家里的电子时钟 和计算机时间突然变快了 不少人认为这种奇怪的现象 是火山爆发所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世界上 最奇特的石座火山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